应该零下70多度了 没有 到不了 老实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只能到零下60多度 你不把整块吗 不要整块吗 我去一下就结冰了 你拍不出来这个颜色 到时候要把重新拍出来 一下就结冰了 你看太厉害了 你这个好像在沸腾了 它这像叶蛋 下面都全部结冰了 拿起来吧 拿着拿着 我看看待会儿那个 这个不小心打翻 肯定把我扔冻伤 或者是放在这里 放在第二层 这一层就行了 我怕把那个弄坏 我怕把那个弄坏 这个手真的会受伤的 这些地方 你感觉到了吗 很冷 你会放在这个上面 你就换着 你换着地方放 你手也会受伤 你换着地方放 你在这边放一会儿 在那边放一会儿 这个会 这个会 你也听得懂吗 我看一下这个饲料盆 上面有没有冰 有有有 这边是冰 这边冰 冰冰 摸一下 硬了 那橘子还是软的 你都要丢进去的 不够 我放一点 不会啊 我觉得不会软的 你看这个明显是结冰了 嗯 搓一下 硬了 你开心吧 可以的 那这应该有 零下五十多度了 没有五十多度了 零下十度 可能就有 你看 你说零下十度 他能在这一瞬间 确实冻成冰吗 你说可不可以 零下十度 可能可以吧 撒泡尿 在外面就冻成冰 那是零下二十度 就不是了 我说破水成冰 至少要零下十五度 说明他这干冰 应该是零下 应该有零下五十多度 没有 我们没有买 我们没有买 那个什么 但是我们下次再做一次 下次再做一次吗 下次一定要 先把温度计买好了再做 反动 他这温度 一定应该有零下十几 你看 你看 这个铁勺 它都烟雾缭绕的 你其实拍不出来 你知道吗 你要对比一下 要拿来对比 要拿这两个来对 这个是新鲜的 不是 不是 就这样 这个完全硬了 来一起拍着 一个是新鲜的 一个是冰冻的 其实就看不出来 你要拿对比实验 你这样对比 人家看不出来是冰冻了的 你这样对比 再翻过 你看 要这样对比 两个一起拍到 手举高一点 这个是冰冻的 这个是新鲜的 所以颜色有区别 你要这样 你不对比 人家看不出来 知道吧 遇到 脸不寻弄那么近 你要戴上 你要戴上 那个布幕金跟口罩 这个水龙头都在滴水 就被呛到了 我有没有叫你 把口罩戴上吗 这下面全是二氧化碳 把这个弄久了 就放到那边去弄 把这边摸到那边去 要不然它会坏掉 感觉这些泡沫 已经快叶冰了 我去楼下栽一片叶子 好不好 人生 你放在这里不用管 多加几块 这会它挥发完了 温度会回升 你不要使劲 在很多叶子 你会不会罚款的 哈 我知道 你的应该干冰 应该差不多 快用了一半了 看它这像不像冰 像 你在这里什么都 我都跟你说了 你要戴口罩 你是不是不听 不拍了